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活着的血液 你们听说过这些是谁的吗 数百年来 耶稣被刺穿后的血液一直是信徒们研究的焦点 尽管时间流逝 但这血液似乎仍然存活着 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监视图罗恩·怀亚特的足迹 一探究竟 罗纳德·埃尔登·怀亚特是一位美国业余考古学家 他声称发现了约柜和其他圣经文物 但这些说法备受争议 尽管他没有正规的考古学训练 怀亚特相信他已经在耶稣被钉死的地方下面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约柜 并且报告称其中包含了一份具有独特性质的耶稣血样本 然而 怀亚特的说法遭受了专家们的怀疑和批评 他们指出他的方法完全不科学 他的发现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 尽管怀亚特声称他从现场取了一份干血样本 并在以色列的一个实验室中对其进行了分析 但他的样本因为未经证实和未经测试而被驳回 随后 他被指控是一个江湖骗子和骗子 他的遗产至今仍然备受争议 怀亚特的说法包括相信 约柜中包含了十戒和一个染色体技术为24的耶稣血液样本 他认为这具有神圣的起源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 因为人类的血液通常有46条染色体 怀亚特的方法也因为不科学和未经测试而受到批评 他的发现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也没有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 尽管怀亚特的说法受到怀疑和批评 他继续因他所发现的其他圣经文物而保持相关性 根据怀亚特的说法 耶稣基督的血液渗透到了定死的地方的石头裂缝中 然后流到了约柜的施恩座上实现了圣经中的预言 怀亚特相信石头裂缝是在耶稣被钉死时形成的 正如马太福音2751所描述的大地震动 他认为这个裂缝使耶稣的血液从十字架上流出 并流到了位于约柜下面的施恩座上 施恩座是一个覆盖约柜的金色盖子 根据出埃及记25、17至22 它被视为上帝在地球上的居所 施恩座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基路伯 上帝会在那里与摩西和以色列人相会 尽管怀亚特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 但是他的方法和发现 仍然受到科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质疑和批评 罗纳德·埃尔登·怀亚特认为 耶稣的血液流到施恩座下方 在象征上实现了几个圣经预言 其中包括出埃及记25、22所说的上帝将与摩西和以色列人 在施恩座上的基路伯之间相会 另一位记16点14分说 大祭司会把赎罪记的血洒在施恩座上 为人民的罪赎罪 以赛亚书53、5中写道 弥赛亚会因上帝的子民的过犯而受刺伤 启示录5、9说 耶稣被杀害并用他的血赎回了人类 怀亚特声称 耶稣的血液流到施恩座上 是这些预言的实体表现 并且象征着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 为人类提供的救赎和赎罪 然而罪恩怀亚特的一系列令人怀疑和未经验证的发现 使得他关于约会和其他圣经文物的说法备受质疑 他坚信自己还发现了挪亚的方舟 石界 哥利亚的剑 红海的穿越地点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位置 以及耶稣基督的墓地在西奈山上 怀亚特认为 在土耳其东部有一个船型地质构造 是挪亚方舟的真实遗迹 杜鲁平纳尔遗址位于土耳其东部坦渡山地区 1948年的大雨和地震暴露了一个类似船型的构造 怀亚特声称发现了证据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包括方舟的甲板木材和毛石 然而 一些专业科学家并不被怀亚特所谓的发现所说服 他们对他早期的检查表示怀疑 这些未经验证的发现使得怀亚特的声称备受争议 不少专家和学者对其提出质疑 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怀亚特的观点和理论依然是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 但他的方法和发现仍然受到科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广泛质疑 罗恩·怀亚特确信他已经找到了原版实界 这让他成为了宗教团体和媒体的焦点 怀亚特声称这些石碑是摩西亲手书写的 保存了数千年 并且被发现在约旧城附近的一座洞穴中 然而 怀亚特的说法引发了专家和学者的质疑 他们指出怀亚特缺乏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发现 并且怀亚特自身也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 来做出这样重要的结论 因此 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首先 没有办法对这些石碑进行准确的年代测定 也无法证明他们确实来自摩西时代 这使得确定他们的真实性变得困难 其次 这些石碑被发现在一个洞穴中 这也增加了质疑 因为这种环境可能促使现代伪造品的形成 特别是那些制造成类似石界的样子 许多专家认为 这些石碑很可能是后来伪造的 此外 怀亚特缺乏必要的资格和专业知识来进行这样的考古发现 他的过于草率的下结论和缺乏证据支持的说法让他的发现受到广泛质疑 虽然他努力让自己的发现得到承认和验证 但最终他的说法并未被科学界接受 因此 怀亚特的说法之所以没有被广泛接受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证据和专业资格 怀亚特声称他发现了巨人非力士勇士哥利亚的剑 哥利亚在圣经故事中被大卫打败 他表示这把剑非常庞大 剑身上雕有复杂的文士和标记 由青铜制成保存完好 怀亚特相信这把剑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 并将证明圣经中的事件的准确性 他指出这把剑是在大卫与哥利亚之间的战斗发生的同一地区发现的 作为其真实性的证据 然而对于怀亚特的说法并非所有人都持同样看法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这把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并指出目前没有科学证据可以支持它的发现 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这把剑是在一个洞穴中被发现的 这使得确定它的确切来源和年代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此外 罗恩·怀亚特声称他在1978年找到了红海的穿越地点 他根据圣经和历史记录追踪出埃及记的路线 最终找到了努维一巴位于亚喀巴湾的一片海滩 怀亚特声称这片海滩可以容纳大量的人 他们的牲畜和法老的军队 因为南端的山区直接中止于海边 这使得向南通过成为不可能 然而 通过水深测量和科学研究表明 努维一巴并没有任何路桥或潜滩可供通过 怀亚特还声称在红海底部发现了战车残骸和其他文物 包括车轮 战车主体以及人类河马的骨骼 他认为这些是出埃及记的证据 然而 这些发现目前尚未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许多专家对这些发现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怀亚特声称他花费多年时间寻找索多马和俄摩拉 并在1989年终于找到他们 认为这些城市位于现代约旦境内的死海南部 他指出该地区以其高流河岩含量而闻名 认为这是这座城市被火和硫磺摧毁的证据 据怀亚特称 这些城市位于死海附近的一个山谷中 四周环绕着石墙 他认为这些墙壁是为了保护城市免受入侵者的侵害 但最终未能挽救他们躲过上帝的愤怒 他声称发现了城市毁灭的证据 包括灰烬和硫磺沉积物 甚至发现了城市建筑和文物的遗迹 然而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怀亚特的说法 许多专家和学者质疑他发现的真实性 并指出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们还指出 怀亚特声称发现的城市地点 与圣经中的描述完全不符 另外 怀亚特声称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定死地点 包括一个用于放十字架的方形凹陷以及一个相邻的裂缝 耶稣的血流到了位于洞穴下方的约柜的施恩座上 他还声称找到了西奈山 认为自己找到了摩西从上帝那里接受十戒的十纪山 但这些说法受到了科学界的怀疑 并且他没有能够提供具体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发现 罗恩怀亚特并非唯一声称找到耶稣的血液 圣杯 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使用的杯子 也是用来收集他的血液的 据称 圣杯被发现在西班牙北部城市龙的圣伊西多罗大教堂内 奥拉卡公主杯是一支镶嵌着宝石的酒杯 自11世纪以来一直在教堂的收藏品中 并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教堂地下室的博物馆中公开展出 这支由金子制成的杯子镶嵌着宝石 由两支酒杯合并而成 一支翻起 另一支翻下 上半部分由玛瑙制成 且有一个碎片缺失与埃及羊皮纸上描述的一样 共同作者报道称 科学家的日期将这支杯子的起源 确定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 关于约贵 显然罗恩·怀亚特并非唯一声称找到他的人 格雷厄姆·汉考克 罗伯特·科努克 迈克尔·桑德斯 以及拉比斯洛默·戈兰和耶胡达·盖茨等许多人 都声称找到了约贵 然而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格雷厄姆·汉考克 你很快就会看到原因 格雷厄姆·汉考克是一位英国作家和记者 他撰写了几本关于历史 考古学和替代理论的书籍 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 在印度度过了早年 其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 汉考克后来在英格兰的达勒姆接受了学校和大学教育 并于1973年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那里的大学社会学专业 汉考克开始从事记者工作 为多家英国报纸撰稿 包括《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独立报》和《卫报》 他还曾担任新国际主义者杂志的联合编辑 1976年至1979年 和经济学家的东非记者 1981年至1983年 汉考克在担任记者期间 对历史和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后来成为他写作的重点 1992年 汉考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印记与印章 寻找约贵的失落之旅 认为约贵在犹大王国王马拿西在位期间 约公元前650年 被圣殿祭司带到埃塞俄比亚 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并受到广泛的媒体关注 许多人赞扬汉考克的深入研究 和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 尽管有些批评家将这本书视为猜测性的胡说八道 并质疑汉考克缺乏学术资质 但汉考克仍然继续撰写并出版关于历史 和考古学替代理论的书籍 他的约六本书都成为畅销书 在全球销售了数百万册 汉考克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7种语言 并因其独创性和信息量而受到许多人的赞扬 除了写作外 汉考克还参与了各种电视纪录片 并在公开讲座中介绍了他的工作 他与摄影师盛塔法医结婚 后者曾在他的多个项目中与他合作 并继续在英国德文郡的家中进行写作和研究 在围绕其工作的争议中 汉考克仍然是一位充满激情和专注的研究者和作家 他的目标是揭示人类历史的真相和过去的神秘 他对历史和考古学的兴趣和深入研究 以及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 使他成为引领历史探索的领军人物之一 罗伯特·科努克是一位前苏瓦特团队成员和警察侦探 后来将注意力转向了圣经调查 国际探险和写作 他担任圣经考古搜索与探索研究所的总裁 该研究所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家中 科努克拥有圣经研究硕士学位 和路易斯安娜晋信会大学的圣经和神学博士学位 他领导了70多次国际远征 寻找圣经中描述的失落地点 这些远征包括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寻找真实的西奈山 探索土耳其挪亚方舟的遗迹 跟随伊朗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洪水记载 以及追踪以色列的约贵 他相信约贵可能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 并将圣经视为他探险的字面指南 将其优先于世俗和历史来源 科努克的工作也曾在福克斯新闻 CNN和早安美国等媒体上报道过 他还撰写了六本关于他的探险的书籍 包括寻找约贵和保罗的失落沉船等 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科努克的声明 包括发现使徒保罗在圣经使徒行船 27章所述的马尔萨斯卡拉沉船的矛 以及将圣经中的西奈山 匹配到沙特阿拉伯的贾巴尔·埃尔劳兹 他还声称在伊朗的塔克苏安 一位所罗门王宝座或阿尔博尔兹山脉的 苏隆山的一堆深色岩石中 发现了挪亚方舟 然而 科努克的一些声明已经受到了质疑 并且他因没有考古学学位或培训 而受到了批评 尽管如此 科努克仍然是圣经考古学 和探险领域的重要人物 他的工作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争议 拉比·施洛默·戈兰和耶胡达·盖茨 两位犹太宗教领袖 对约贵的位置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 施洛默·戈兰拉比是以色列的首席拉比 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 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哈尔哈巴伊特》的书 其中讨论了圣殿山和约贵 据他称 约贵被藏在圣殿山下 在尼布贾尼萨未能将其带走之前 被埋藏在那里 他相信约贵被埋藏在圣殿山下的一个秘密位置 并且仍然在那里 对于犹太人主张对该地点的主权 这一说法对他们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 耶胡达·盖茨拉比是耶路撒冷西墙的拉比 也是施洛默·戈兰的同事和朋友 他与戈兰共享对约贵被埋藏在圣殿山下的信念 事实上 盖茨参与了1980年代对圣殿山的秘密挖掘 后来被当局发现并停止 尽管如此 他继续倡导犹太人访问圣殿山 以及发现约贵的行动 两位拉比戈兰和盖茨相信 约贵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之前 被埋藏在圣殿山下 以保护他的安全 圣殿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地点 对该地点的任何挖掘或声明都可能引发高度争议 目前 该地点由伊斯兰教的VACF管理 任何试图挖掘或探索该地点的行动 都受到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他们的声明和信念在犹太社区内引起了很多关注 兴趣和讨论 他们的遗产继续激励着其他人去探索圣殿山和约贵的奥秘 这些话题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因为他们触及到了历史和宗教的深层意义 温德尔·琼斯是一位专注于研究死海古卷之一的铜卷的考古学家 他已经投入了30多年的时间 他坚信这份古老的文本实际上是一张宝藏地图 其中包含了第一圣殿的宝藏清单 据琼斯称 这卷铜卷是一份含糊不清的指南 指向了失落的约贵的位置 以及其他珍贵的宝藏 这卷铜卷由同制成 列有64个位置 每个位置都有对宝藏的简要加密描述 琼斯认为 这些描述是指向宝藏位置的线索 包括约贵在内 他花费了多年时间使用历史研究 考古专业知识和语言分析来解密这份代码 尽管他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热情投入 但琼斯的理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接受 许多学者认为铜卷是一种骗局 它将其解释为宝藏地图的观点 被视为不正统且没有证据支持 约贵的探寻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神话般的对象 而非真实存在的 琼斯对约贵的探索带领他走遍了世界各地 从以色列的沙漠到土耳其的山脉 他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协作 并在他的网站上分享了他的研究和发现 尽管他的理论可能并未得到广泛接受 但他对揭示约贵真相的现身和热情是不可否认的 琼斯的工作激发了人们对这个神秘话题的兴趣 尽管争议不断 但他的研究仍然为了解历史和探索未知的可能性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根据犹太历史书2《Macabees》这本非经典经书的记载 耶利米作为上帝的先知 在巴比伦入侵前获得了上帝的启示 要将帐幕和约贵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时刻在犹太历史上被视为非常重要 因为巴比伦人即将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 耶利米遵循上帝的指示 将帐幕和约贵带往摩押山 这是摩西曾经登上的山 见上帝的地方 到达摩押山后 耶利米发现了一个带有房间的洞穴 并将帐幕约贵和香坛放入房间 并将入口堵住 这一举动旨在保护约贵和其他神圣物品 免受巴比伦人和其他潜在威胁的侵害 这样做 耶利米确保了约贵作为上帝在他的子民中间存在的象征 将被保存下来并传承给后代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犹太历史书并非经典经书的一部分 但仍然被许多学者视为宝贵的历史来源 耶利米和约贵的故事也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提到 如耶利米的启示录和先知的生平 虽然这些文献中的细节可能略有不同 但故事的核心内容保持一致 耶利米遵循上帝的指示 将约贵和其他神圣物品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以保护他们免受侵害 多年来 耶利米和约贵的故事一直是引发许多猜测和辩论的话题 有人猜测约贵是否真的被带到了磨牙山 或者被带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 还有人猜测约贵现在的下落 有些人认为 它仍然隐藏在某个秘密地点等待被发现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 耶利米的启示录和约贵的故事 仍然是犹太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明了上帝在他的子民中间的永恒存在 除了耶利米和约贵的故事 还有关于约贵下落的其他理论和传说 一些人认为约贵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那里被安置在埃克森城的一座教堂中 还有人认为 他被带到了爱尔兰 在那里被埋在一座山下 还有一些人认为 他被巴比伦人摧毁或带走了 他的遗迹已经湮灭在历史中 圣经文物的探寻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许多学者和考古学家不断寻找与圣经事件相关的证据 尽管Ron White提出的许多主张可能没有被广泛接受 但它们仍然是圣经文物和地点探寻中重要的一部分 也持续成为讨论和争论的话题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